怕吧 该你了 会不会向暗恋对象告白 你这一定要说真话 我从小到大 只要是我喜欢的人 都是我主动告白 就是你会怎么表达 挺喜欢你的 谈不谈 就是人家要谈的话 那就谈 不谈 拉倒 反正就是我一定要把 我喜欢你这个事告诉你 哎呦 东北人不是说谈恋爱 要出对象不 你在爱情里做过 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我小时候那个 为了就是跟一个女孩见面 坐过好久的汽车 到一个地方去 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就想看她一眼 就想见她一眼 老师您喜欢的这一位 知道您喜欢过她吗 可能不知道 要不要说出她的名字 算了 我们就算了吧 不要打扰了 其他人的中年的 中年的家庭生活 这个问题你也回答一下 最疯狂的 您先回答 我在一段感情里面 过于失去自我 哎呀 这句话说出来 一会儿好好讨论一下 这个歌里要表达的东西 嗯 怎么办呢 我好像也没有 我主要是 你是没有这个经历 还是没有这个爱情 我没有 就是我真的想体验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想 像有时候唱歌确实 需要一些情感 我唱不出那种沧桑的感觉 两个朋友最近失恋了 他们就说他们真的会 想对方想到心脏痛 那我写了很多歌 我好痛 还对你的歌 痛得很多 我都已经25了 这样子没有 你看 还没开张吗 还没开张 我们怎么办 来干一杯 祝你这个2021年 牛年 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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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开张 玩了说真话的游戏 讨论了一下 各自的感情经历 所以现在应该可以 非常放松自然 把自己的过往经历 和对这首歌 理解写几圈 对不对 我唱那一块 挑达一些 我不会在任何一段感情里面 丢失我自己 这样一个心态 我就是唱的感觉 好像有点受伤 但我又不受伤的感觉 非常清楚 我的想法是 在这首歌里面 有一部分的段落 是魔性的那种动作 子妮会更擅长 一首新歌 就像刚出生的 一个婴儿一样 它的可塑性 是非常强的 子妮加入 会让这首歌 这个设计感十足 很有意思 对 子妮有很多 小巧思 希望这首歌 能被大家听到和喜欢 然后如果说 留到大家心里 那就是最好的 我觉得 你拿金曲还重要 我说的到说的到不通道 就没到底在一起 你不需要 不想要 就比较 我又陪你走到底 说成了谁 也没有多牛 丢去造大的权利 你要知道 被动到离开 我才会觉得好可惜 你是我的谁 想走就走感情 别在我的世界出现 哦 不要去安慰 你是谁 Get on my way Shut up baby 太强占你犹豫 有太多寄宿不语 做得到 做得到 你太过于焦虑 他害怕会失去 说得到 做得到 太想要争取 却根本毫无根据 说得到 做得到 太在乎了去 反而很无趣啊 一切也要 乱也要 全都要 坚持无可却要 我的需要 最重要只能靠 配合你的不照调 说白了谁 也不是个傻瓜 心甘情愿被玩笑 多不多 都别骄傲 别哭闹 咱们干脆走着敲 你是我的谁 想走就走 干脆 别在我的世界出现 不要再安慰 你是谁 Get on my way Shit up baby 太强战勇余 有太多倾所顾虑 做得到 做得到 你太过于焦虑 太害怕会失去 说得到 做得到 你太想要争取 却根本毫无根据 说得到 做得到 太在乎了去 反而恨无绝 Gunner or later I'll be fine Winner or loser But never mind 只要爱活着 就要期待 更好下一个 早晚回来 我会自信 但我不会自责 不用烦恼 忘了三分四得 谁对谁错 应该怎么排列 如果有害 那我就得排泄 别想让我像上天 都是你别想象腻子啊 不舒服的关系就缺掉 我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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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你的道德 笑着来套着我好着 我有什么想喝过 老实说 只会让我绕着躲 好 好 想我给的耳光有点辣 眼里下的雨水 有点大吃 有点胖 丢了灵魂的自由度 我是我的自由 太常战犹豫 有太多寄所无欲 说得到 做得到 你太过于焦虑 太害怕会失去 说得到 做得到 太想要证据 却根本毫无感觉 说得到 做得到 太在乎了去 反而恨无趣 我说得到 做得到 不同道 就没道理在一起 你不需要 不想要 就别叫 我要陪你走到底 说穿了谁也没有 多扭 有去藏她的权利 你要知道 别等到 离开我 才会觉得好可惜 太好玩了 我打头 我好喜欢这个 好喜欢这个川普 特别喜欢 第一次觉得 诶 全哥怎么有那个坏坏 那一面还挺sexy的 好性感啊 你的那个表情 这我可注意的 然后 我好喜欢今天奶腕 这好迷人 我相信这首歌 一定能活 谢谢 谢谢 巧妙 我跟你讲 海权哥真的很厉害 每一次都是用巧劲 但巧劲其实很难 它的难点是在于秀的设计 三连说我们舞台的秀导 我们的秀导 我们的编舞老师 对 这一次的表演中 所有的那些小动作 全都是我这个秀爱迪卡下的 她很可爱的 尤其是往那边发展的时候 往老丁那边去的时候 对 我说我们一定要有那种 有那种感情 这一段是你设计 我觉得哇那真的来对了 因为音乐现在很多 在短视频上被完成了BGM 是的 这个音乐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服务于刚刚那个舞蹈 太好了 我和刘水季说 我说这会是一首神曲 结果然后彦斌就那说 各个平台啊什么的都会起来 真的 这歌肯定火了 大家 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朋友们都用这首歌来 你们进行二度创作也好怎么样也好 这歌火了 这歌太好了 谢谢老师 这个舞蹈 我觉得可以把它发言光荡一下 把那个 就是这句话是 就是夸谁咱们就这样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以后我们都好好学 然后我们四个好好学 就冲他来 是吧 这很有意思 非常期待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本期的荣耀金句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招心者 潘红 李妍亮给我们带来动情记 哲哥 嗨 潘红 嗨 亮哥 嗨 嗨 想要跟您沟通一下歌曲方面我们是怎么个想法呢 我想要把你比较熟悉的彩茶歌放到我们这次的音乐里面 但又一个问题就是摇滚真的能和彩茶戏结合在一起吗 我该怎么去消化这个 就是摇滚已经是一个重磅 然后还要再加上彩茶 天哪 没有想到阿哲老师真的把彩茶戏融合到了现代音乐 不在我的范围内 就是我自己觉得的范围内的一首歌 在想自己真的能把这首歌完成得好吗 好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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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挺大的 因为这一期是这个赛段非常重要的一期 也不像可以压着老师拖后腿 好 不如想画给你 我觉得你唱歌没问题 吧 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 在舞台的呈现上面 和你去完成一个作品时 你的心不够敞开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走 去哪儿啊 咱们到底去哪儿啊 别管了 去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唱歌的那个场景和画面吗 是我爸妈在家里放CD的时候 然后你就跟着他唱 对 就那种状态你还记得吗 就什么也不行 对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受外界的干扰太多了 让你无法投入到一个歌里头 歌手必须要在Live大量的现场演出里 获得很多的经验和感觉 我还有小绝密呢 你看 墨镜 可以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 我们能玩一个吗 当然 当然 好 也可以 也可以 走 舞台上我可能太腼腆了 这样可能也许阻碍到了我在摇滚乐上面的表达 想唱啥就唱好 好 他怎么带摇舞呢 没事 没事 谢谢 谢谢 中国好 向您继续三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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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绝是别人 看不顺你的决策 又随便玩啊 随便玩啊 有双方离 很远忙在你身口 所有的机会都不需要 小心翼翼再去成就 为了这次舞台我豁出去了 努力地改变自己 更加地在舞台上放开自己 打开自己 在Live House放飞了一下自我感觉 感觉拿起曲有一点希望了吧 给自己添了一些信心 加油 可到茶茶不想走 不想走 不想走 在天上过了好几天 整年扔在你的耳边 浮沉一片温热海面 谁的欢欲 只需若隐若现 看了眼睛成了眼 今夜毫无缺的感觉 能够在天亮之前就醉到睡眠 怎会借意你便值得沉眠 灰的夜压着灰 心也没有套的心愿 在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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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空窗 温柔的纠缠 在你的背景 在你的背景 你也会在你的背景 在你的背景 在你身上 你也会在你身上 你也会在你的背景 你懂了听 让你这一步一跪 让你这身之走 是不曾行不走 浮沉一片斑斓海面 还有忧伤只会忽明忽眠 看着泪也那么美 就算心碎都要纪念 只愿在空举之前 和你刷世界 心悦伤苦眼前就是永远 爱之处往直线 陷入你的故事 想念 沉沉沉沉沉 在你的悲弯 执迷的空转 怀里的放胆 有我 有你 风景啊 如果你哭了 我会静静 等待着 你一句话都别说了 原来世上最美的 噢 到我们悲弯 迷失的空转 怀里的天堂 我爱你啊 我爱你啊 无名的街上 角落的海洋 我们的地方 我是 我是 你的 你的 怀里的 风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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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爱 eng 我觉得阿德哥 真的是选取大师 他每一次选的歌 都是 我听到以后 马上就会被打动的 同时呢 他其实真的很有心 因为潘红之前 跟我们在舞台上 讲过他的故事 从自己的家乡小城 逃离彩茶戏 寻找另外一片天空 我觉得这份两股用心 真的是感受到了哲歌 对你的呵护 之前呢 跟潘红说 我希望把他 拿手的彩茶戏 也能够有机会 放到我们的音乐上面来 然后我希望 能够把自古到今 男女之间的那个激情 用这次这首音乐表达出来 那我觉得潘红 展现得非常的好了 然后再加上 最性感的两哥 他的吉他声一出来 那个 你知道 那个人就融化了 有他们两位在 我就一点都不担心了 我感觉我 我感觉我 我这趟过山车 终于落地了的感觉 刚才这首歌 我觉得张兴哲老师 唱得太好了 真的唱得非常好 然后我想 重点说一下潘红 完了 没有没有 他会给他说的话 虽然都像刀子一样刺痛了你 但是绝对是对你有好处的 江湖上叫黑刀老师 认真倾听 你是一个 没那么多自信的女孩 但是呢 你是一个 嗓音条件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所以我希望通过你这次 不断地找自己声音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找到自己的自信 当你有自信了 你才更能够知道 如何用你的声音 去打动自己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也打动别人 被更多人喜欢 谢谢丁老师 谢谢丁老师 谢谢丁老师